见到《第一线》第3263章 《黑羽道祖》 暗季风暴肆虐 犹如黑暗狂潮 诚如魏林所想 暗季风暴的出现 的确不是巧合 而是由苏毅一手操纵 随着他以星魂之力 运转命书之力 能够清晰洞察到 九曲天路周虚规则的一切变数 当捕捉到暗季风暴 这样一场诞生于周虚规则中的天灾时 苏毅当即选择祸水冬营的策略 利用这一场暗季风暴 冲击第二关爱 这也正是苏毅之前所说 没有机会 那就创造机会 所利用的 无非是天时 恰似神龙不语 利用的是风云之力 轰 暗季风暴 如排山倒海般席卷 而皇祖早已挥动紫色长矛 再次轰在那一道 由魏林所称起的巨大光幕上 光幕四分五裂 魏林反应极快 在光幕暴碎那一瞬 果断撤退 转身朝远处掠去 根本不顾第二关爱 其他人的生死 轰隆 而没有了魏林的抵挡 暗季风暴 已成铺天盖地之势 将整个第二关爱覆盖其中 一瞬 那些镇守在第二关爱的强者 全都被淹没 身影被风暴撕碎 鲜血飞溅 惨叫震天 而趁此时机 琉璃宝船早已在这苏义 黄祖 黄轩三人 闯过第二关爱 是你们 极远处 魏林脸色铁青 无比难看 原本她一切的布局 都落脚在第二关爱 可还没等来外援 却等来了这次 要猎杀的大敌 一场暗季风暴 更是彻底毁掉她的谋划 这让魏林如何不怒 哄 黄祖 根本不废话 驾驭宝船 破空而去 都懒得理会远处的魏林 同一时间 苏义也收手了 操纵暗季风暴 极为消耗心力 短短不足 虚于时间而已 苏义的心境力量 就已被耗掉大半 还好 总算顺利闯过第二关爱 目的已经完成 想走 痴心妄想 魏林一声怒吓 一声陈旧假咒 枪枪作响 一声威势 骤然间暴涨到最巅峰处 她手握一把血量 狭长的战刀 暴杀而来 那一声道祖气息 震得附近星空乱颤 不知多少心还轰然暴碎 去那边 苏义飞快开口 指引皇祖逃顿的路径 皇祖想也没想 一言行事 瞬息 琉璃宝传 像一缕凿穿时空的光 呼啸而去 魏林在后方紧追不舍 同时以密符 分别传信给图剑山 松石和黑羽 让这些道祖前来会合 不管如何 也要把他们 堵死在第三关爱之前 魏林咬牙 眼神中净是狠 这次任务若败了 他都没脸去跟主上山 临天交差 片刻后 嗯 魏林眼模糊的一鸣 极远处星空中 映现出一片绚烂刺目的光 那一片光五彩斑斓 诡异耀眼 像绵延的长河般 环绕在那一片星空区域中 占地极为广袤 五煞禁区 魏林一眼认出 这是位于第二关爱 和第三关爱之间的一个 凶险禁区 一旦误入其中 九死一生 哪怕是盗祖 也会在其中迷失 遭遇不可测的杀劫 再无法活着离开 可在魏林的视野中 那艘琉璃宝船 却在这苏义等人 掠入了五煞禁区 他们这是疯了 魏林皱眉 玄机意识到不对 他想起了之前 发生在第二关爱的那一场 暗季风暴 一定是那信苏的命官出手 利用了这九曲天路的 周虚规则力量 魏林暗自咬牙 而现在 那信苏的命官 分明想顾忌重施 利用这五煞禁区 摆脱自己的追击 魏林是山岳神族的供奉 本身更是一位 战力一流的道祖 很久以前 他甚至还参与过 追击上一任命官 削减的行动 自然远比其他人 更了解命官的手段 为何那些天谴神族 视命官为必杀目标 原因就在于 在命和起源 命官得天独厚 如鱼得水 拥有成为命运主宰的潜能 就像之前 暗季风暴何等恐怖 可谁敢想象这样的天灾 能够被命官操纵 这就是命官的可怕之处 不行 必须尽快去第三关爱 魏林意识到 追击和牵制苏义等人的目的 已注定不可能实现 而当务之急 就是守住第三关爱 堵在第三关爱 就等于堵住了苏义等人的 唯一去路 So 魏林转身就走 可直至抵达第三关爱时 魏林心中一沉 这里明显刚经历过一场大战 血腥弥漫 镇守在第三关爱的那些强者 几乎死了大半 说 是不是有一艘宝船掠过 魏林身影一闪 抓住一个幸存者的脖子 眼神可怖 那幸存者骇然 小鸡灼米似的连连点头 下一刻 他就被魏林扔了出去 而魏林的身影 则早已破空而去 他哪会不明白 必然是命官的指引 让那些敌人抢在自己之前 闯过了第三关爱 眼下赶往第四关爱 时间明显太过紧迫 怕是也已无法堵住那些猎物 要不 传信让黑羽先守在第五关爱 不行 第五关爱也不妥 还不见得黑羽 能否及时赶到第五关爱 最终 魏林做出决断 传信给黑羽 镇守第六关爱 而他和松石、图剑山等人 则会全力赶往第六关爱 和黑羽会合 同时 他不敢隐瞒 把之前发生的事情 记录在密服中 传给了旗主上山临天 做完这一切 魏林继续赶路 半个时辰后 不出魏林所料 第五关爱也失守了 血腥弥漫 一片狼藉 而魏林终于得到了一则好消息 黑羽已经抵达第六关爱 并且说 第六关爱还未曾失守 这一下 看你们还往哪里逃 魏林如释重负 黑羽的战力之恐怖 手段之残暴 在命和起源 简直家喻户晓 有他这样一位顶尖层次的盗祖在 自可以牢牢地 镇守住第六关爱 接下来 就该收网了 魏林眼神深处 泛起浓烈的杀鸡 这一路上 他的布局多次被打破 不得不一次次进行调整 心中早积攒了无尽怒火 据说那信苏的命官还未踏上成祖之路 手段就已如此了得 若让他活下来 以后还不知会捅出多大的祸患 魏林深呼吸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不管如何 这次一定要将其拿下 同一时间 第六关爱的城楼之上 一个模样清秀 腼腆的灰衣少年 安安静静地坐在那 双手平放膝盖 仪态有些拘谨 偶尔 他还会拿出一个酒壶 刺声孔被人看到般 小心翼翼地抿一口 便连忙收起酒壶 事实上 那些镇守在第六关爱的强者 都不敢朝灰衣少年这边看上一眼 一个个低着头 躯体紧绷 胆颤心惊 大气都不敢喘 自然无人敢说话 原因很简单 那看似清秀 腼腆的灰衣少年 实则是一个在命和起源 令人谈而色变的恶魔 黑羽道祖 据说 黑羽道祖从年少时就如此 举止拘谨 腼腆 跟人对视的时候 更是会很不自在 可他的性情则很古怪 一旦动手 手段之残暴血腥 足以让天怒人怨 听说天遣神族的人 皆无法执掌命书 可我不是天遣神族的后裔 这是不是意味着 只要杀了那姓苏的 我也可以成为命官 灰衣少年模样的黑羽道祖 呼得轻声自语起来 旋即他露出一个腼腆的笑容 想一想 还真是让人很期待啊 很快 黑羽道祖寺 察觉到什么 呼得抬眼看向远处 几乎同时 一艘宝传突兀的出现在第六关爱之前 在宝传出现的同时 早有一道倩影暴力而出 挥动紫色长矛 轰杀而来 速度之快 惊世骇俗 那镇守第六关爱的强者 甚至都没人发现这样一幕 可想而知 这一切发生的何等突兀和迅疾 可黑羽道祖看到了 他长身起 伸出白皙如玉的一只右手 五指间浮现一把妖艺的血色短刀 短刀极为精致秀气 像女子规格中 裁剪梳纸所用的裁刀似的 刀锋成一抹漂亮若新月的弧形 随着黑羽道祖轻轻一挥 当 一到今天的碰撞声响起的同时 那一杆暴杀 而质的紫色长矛猛地被震开 而那一道倩影 则被震得倒退出去 一股毁灭洪流 随即在两者争锋之处轰然扩散 震得第六关爱动荡 远处星空都泛起波澜般的动静 黑羽道祖 黄祖一对明镜如清泉的眼眸收缩 翘脸上罕见地浮现一抹凝色 之前闯关的自然是他 怎么会是这嗜血残暴的变态 琉璃宝船上 黄轩道吸凉气 他也认出黑羽道祖的身份 第一时间就传音告诉苏毅 提醒苏毅当心 听完 苏毅也不由挑眉 不用想 这次碰到了一个棘手的对手 第六关爱城楼上 一袭灰衣的黑羽道祖低着头 显得很拘谨的样子 语气也很腼腆 低声道 诸位 我已在此恭候多时 你们若有本事杀了我 自可以通过这第六关爱 说着 他四股足勇气般 缓缓抬头 看向苏毅等人 若杀不了我 那就让我就杀了你们 好不好 他举止拘谨 内敛 腼腆 嗓音也软绵绵地 带着商量的口吻 可皇祖 皇轩非但不敢小觑 心情反而愈发沉重 一切 皆因为黑羽道祖太危险